随着顾仲生进入修炼状态 一丝丝火红色的能量 顺着四肢百骸汇入顾仲生的体内 极火真元像是主妃的开水一般 冒出热气腾腾的水泡 同时顾仲生的全身都变得通红无比 在顾仲生全力吸收这磅礴能量时 混杂在极火真元中的一丝火毒 也进入了顾仲生的体内 就这样时间再次快速流逝 一眨眼便是三日过去 在这段时间中顾仲生一动不动 如老僧坐定 但他的体内一直有一股恐怖的能量在积累 就像是火山即将喷发一般 非常恐怖 五日之后 那池子中的极火真元已经见底 顾仲生整个人仿佛涂了一层红色颜料一般 很是吓人 在时间的一分一秒流逝中 整个玄灵宗最盛大的天地大战 也是如约而至 玄灵宗 今日是一年之中最热闹的日子 因为今日是天地大战的举办之日 这不是新生大会可以比拟的 因为天地大战 所有玄灵宗弟子都会参加 即便是天罡榜前十的那些风云人物 也会一一出席 光是这些人物便噱头十足 毕竟这群人 平日可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一处广场之中 所有玄灵宗的弟子都聚集于此 看上去密密麻麻 足有好几千人 就在这时 人群忽然开始震动起来 是林邦的人 众人纷纷看去 只见前方走来一群十分美丽的女子 带头的一人正是钟问林 她依旧是一身桃红色长裙 绝美的容颜让许多弟子沉沦其中 钟问林看上去 虽没有高高在上的姿态 却给人一种巨人千里的感觉 因此并没有多少人敢上前攀谈 在钟问林出现后 人群又是涌动起来 只见一道青色人影从天而降 然后悠悠落在人群的最前方 此人面观如玉 玉树临风 初一现身 并引起无数女子尖叫 是郭怀秋 好帅啊 郭怀秋可是咱们玄灵宗的第一美男 真不知谁有福气 能够成为他的伴侣 那玉树临风的郭怀秋落地之后 也是站在人群的最前方 她看了一眼不远处的钟问林 淡淡笑道 许久不见 钟问林微微点头 笑道 看样子你又变强了 正好可在天地大战中 领教一下你的风铃诀 郭怀秋朗声笑道 上次在你的桃花神剑下 吃了不少亏 你可记得下手轻点 我就靠这张脸吃饭呢 钟问林奄然一笑 刹那间让众多男弟子出现诗神的痴迷模样 嗯 楚红官那家伙还没来 郭怀秋忽然说道 钟问林神秘一笑 这不是来了吗 只见人群之中走出一个有下邋遢的男子 若不是他是楚红官的话 绝对没有人相信 此人会拥有玄宁宗第一的实力 虽然人群很拥挤 但是楚红官每一步走出都无人阻拦 很是奇特 来到两人身旁 楚红官挠头笑道 来迟了些 钟问林面对楚红官 明显热情了许多 听说你一直在七层天池闭关 我想实力应该突破三星斗王了吧 楚红官看上去 一副没睡醒的蒙圈样子 哪有 就是修炼了一下神雷枪而已 没干什么的 钟问林淡淡地说道 听说这次新生中 出了一个叫顾仲生的家伙 似乎很厉害 这次天地大战 说不定就是年轻人的舞台了 提起顾仲生 郭怀秋神色不变 并未放在心上 楚红官倒是说道 那可是个有趣的家伙 有他加入 天地大战肯定会更精彩 钟问林和郭怀秋一愣 你认识他 楚红官说道 在第七层天池中见过一面 很有趣 不过似乎不喜欢和我说话 可能是我太老了吧 真是老了 听到楚红官的话 钟问林两人再次一惊 楚红官 只在七层天池的第五层修炼 能遇见楚红官 岂不是说 顾仲生也去过第五层 那可不是寻常弟子能够去的地方 在天刚榜前三的人出现后 随后 穆斯荣 秦浩 以及一个国字脸男子 相继出现在人群前方 其中穆斯荣和秦浩不用多说 两人是天刚榜第四和第五 至于另一个国字脸男子 一脸严肃 不够言笑 他叫做叶荒 天刚榜第六 他还有一个妹妹 叫做叶丸语 人群中间位置 逆蒙的人全部聚集于此 逆蒙虽然没有蒙主 但是骆采薇便是暂定的领袖 他站在人群前方 不逊色于钟问林的容颜 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 而如今的骆采薇 给人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 似乎实力有着巨大的进步 顾仲生怎么还没来 五指秋看着四周焦急地说道 沉言沉吟道 顾仲生去了集火空间 不会忘记了天地大战 开启的时间了吧 众人立马紧张起来 顾仲生虽然没有加入逆蒙 但是谁都知道 他就是逆蒙的人 骆采薇冷横道 哼 他不来又如何 有我在 这次天地大战 逆蒙同样能够大放异彩 虽然骆采薇滴水不漏 但参加新生大会时 他便拥有一星斗铃的实力 如今经过林雅长老 一个月的闭关调教 战力和实力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声声钟响传来 所有人都拾去地闭上了嘴巴 他们知道宗主和大长老等人要来了 下一刻 天空上果然出现几道身影 其中大长老和宗主 韩无极 竟能够不依靠斗气之一灵空 这证明两人的实力都已达到斗宗 不过 若是细细一看便可发现 大长老并没有韩无极那般自辱 若是所料不错 大长老的实力应该在 半步斗宗 一侧还有擅长阵图的二长老 以及林雅长老等 韩无极向前一步踏出 今日是天地大战开启的日子 接下来 你们会被送到玄陵宗空间中 进行这一场盛会 在此之前 本宗主要提醒诸位 本次天地大战非常重要 因为只有最终排名前二十的人 才会被送去摇池秘境 参加林霄国四年一度的百宗大会 说简单一些 本次天地大战 就是一次挑选 最强的二十人 有资格代表玄陵宗 去参加一年后的百宗大会 众多玄陵宗弟子面面相许 百宗大会 据说到时候整个林霄国 上百个宗门都会参加 再是一次面向整个林霄国的盛会 能够在百宗大会上 大放异彩的话 甚至能够得到 帝国皇室的青睐 恐怕钟问灵 楚红关等人参加天地大战 也是冲着百宗大会去的 毕竟只有在那种舞台上 才能将自己展现给更多的人看 咱们甘州虽然很大 但相比整个帝国 依旧只是一余之地 若能够走出甘州 面向整个帝国 那定是光宗耀祖之事 一旦被帝国皇室或者宗门看中 获得的修炼资源远不是玄陵宗可以比较的 想要冲上更高的天空 必须参加百宗大会 人群中 就连楚红关此刻都神采奕奕 百宗大会 是他目前唯一的目标 钟问灵 郭怀秋等人同样如此 没有谁不向往更高的天空 没有谁想一辈子窝在这甘州 人到了一定的地步 总会去追求更高的东西 而百宗大会便能够提供这个阶梯 至于能不能爬上去 便看各自本事了 看着一众弟子的反应 韩无极很是满意 好了 百宗大会也是一年后的事情了 现在你们的目标是 在天地大战中获得更高的排名 本次天地大战 天刚榜地沙榜上的人 可以直接参加 其他弟子需要选拔 进入玄灵空间后 你们要想方设法 获得一种叫明火的东西 这个东西会决定你们的排名 除此之外 天地大战结束后 排名前二十的人 能够获得巨大的斗技值奖励 还可进入苍龙池获得造化 至于获得造化的多少 则是由明火决定 众多弟子纷纷出现震惊的神情 对于天刚榜前十来说 斗技值可有可无 但是能够进入苍龙池 那可是必须争取的 苍龙池只有在天地大战后才会开启 而且只会开启七日 平日都是封闭状态 据说在里边修炼比七层天池快数十倍 一日千里 那才是最吸引人的东西 这时候大长老站出来说道 提醒你们一句 在玄陵空间的终点处 将会有五尊神兽之魂镇首 若是无法跨越五神兽 那么你们将失去所有的奖励 此话一出 玄陵宗弟子们不断露出绝望神色 就连楚红官 钟问林也狠狠皱眉 钟问林更是直接问道 去年不是四神兽吗 怎么就变成五神兽了 四神兽变成了五神兽 这难度瞬间提升了无数倍 大长老一脸爱莫能助的神情 可是每一年都一样 那多无缺啊 众人算是明白了 这玄陵宗明显在搞事情啊 这样突然增加难度 给所有人的心里都蒙上了一层阴影 毕竟一旦跨不过神兽镇首 那所有人都会失去 进入苍龙池修炼的资格 好了 我宣布 天地大战正式开始 大长老还未宣布完 身后的林雅长老立马喊停 大长老 顾仲生似乎还没来 林雅长老看着匿蒙位置 并未发现顾仲生的身影 大长老看向下方 的确没发现顾仲生的身影 地面上的众人听着两人对话 纷纷看向匿蒙位置 最前方的秦号冷笑道 大长老迟到者似乎没资格参加天地大战吧 整个广场变得极为安静 逆蒙众人紧张无比 楚红官 钟问林等人 也看着逆蒙方向 两人脸上有些惋惜 若是那家伙不来 似乎少了许多乐趣 秦号健壮继续说道 大长老 天地大战的开启时间已经到了 顾仲生还未来 证明啊他根本不重视天地大战 这样的人不配参加 人群中的洛采薇针锋相对 秦号 你就这么怕顾仲生参加天地大战 秦号神色很利 你说什么 洛采薇冷笑道 依儿再的不让顾仲生参加 除了去他还能如何 你莫不是上次被他打怕了 关于顾仲生 直接拆了秦邦区域的事情 在玄陵宗可是广为人知的 此话一下子便刺痛了秦号 哼 我会怕他 他只要敢来 我秦号会告诉他 他在我眼中 只是蝼蚁一般 行了 天空上 韩无极面无表情道 以来来不了 便算是自动放弃 听到韩无极即将宣布 顾仲生失去参加资格 宁萌等人纷纷惊慌起来 天地大战事关重大 若是被提前淘汰 那会影响往后很多事情 人群前方 穆斯荣见状忽然上前 宗主 顾仲生是玄陵宗 一个天赋极为出色的弟子 若是就此让他出局 对玄陵宗来说 也是一种损失 穆斯荣的突然出现 让许多人惊恶不已 什么意思啊 顾仲生什么时候 又和慕容私有交情了 这天杀的顾仲生 身边有个洛采薇还不够 还和慕斯荣有关系 我恨哪 匿蒙前方的洛采薇 也是惊异地看着慕斯荣 那慕斯荣不属于洛采薇 这种惊艳美女 而是那种温婉客气 极具礼貌的女子 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舒服感 除此之外 她可是高居天杠榜第四 看着慕斯荣 洛采薇的心情忽然有些不好 甚至出现了一种 莫名的危机感 楚宏官 钟问林等人 也是看向慕斯荣 脸色十分有趣 秦浩面色铁青 慕斯荣 迟到便是对天地大战的不重视 既然不重视 那就没必要参加 直接淘汰吧 慕斯荣平和道 我只是觉得 淘汰他对玄灵宗 没什么好处罢了 秦浩冷笑连连 哼 既然顾仲生还未出现 那便取消他的 你说 要取消谁 就在秦浩咄咄逼人时 一道人影从远处奔来 他看上去风尘仆仆 略显棚头垢面 正是顾仲生 小见顾仲生出现 玄灵宗弟子立马震动起来 这小子 在玄灵宗的名气 可是丝毫不属楚宏官 钟问林等人的 自从走出集火空间后 顾仲生一点没收拾便赶来 因此看上去有些狼狈 但是他散发出来的气息 却比之前浑厚了无数倍 人群前方 看着顾仲生出现 楚宏官笑道 有这家伙加柔 才好玩 钟问林美眸中尽是打量 郭怀秋一点不在乎 慕斯荣则是美眸惊奇 这小子在集火空间 与他有着一些故事发生 逆蒙前方的骆彩薇 看到顾仲生出现 眼中的焦急变成了松一口气 不过 随即又变成了责怪 这家伙 总是喜欢干一些 让人提心吊胆的事情 这家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